注意看,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你敢相信那价值几千块的羊皮大衣会是用这样的羊皮做成的吗? 整个过程会刷新你的认知,首先是把这又脏又臭的生羊皮过基础水洗,用转动的木板快速派打,洗掉藏在羊皮里的泥沙和污垢,然后再反复冲洗,几遍之后就要给羊皮母板去油了,用母板机把多余的油脂刮掉,据说这刮下来的油脂还可以做香皂和护肤品。 取油脂完成后,再拿到高温车间进行高温水洗,羊皮经过高温水洗以后会变得更柔软更干净,然后把洗好的羊皮定在木板上,等待自然晾干,自然晾干的羊皮才会更洁白并且不会发硬,晾干的羊皮再过一遍木板削匀,这样会使皮板更薄更软。 最后皮子刷上酒精,再过200度的高温烫光消毒,用这样的羊皮做的床毯褥子都是可以贴身用的,但在裁剪床毯褥子时会裁剪下来很多的边角料,上面还带了很长的羊毛,这可不能浪费。 我们用遍推子,把羊毛推下来,做成羊毛的被子,这样既不让费,又贪薄的成本,也保证了羊毛的质量。 推下来的羊毛过一遍碳化消毒,就投进痰毛机,羊毛经过痰毛机的痰压,就蜕变成蓬松柔软的羊毛背心了。 羊毛是动物的蛋白纤维,自带多孔结构,可以吸收人体的汗液并排放到空气当中,所以羊毛被盖起来是非常的舒爽,即使特别潮的南方地区也不怕潮。 再用高枝高密的面料做包裹,防止被子跑毛,钻毛,最后用航风机走上一个精美的网格压线,羊毛被用的再久也不会滚包成团,羊毛被夏天防潮,冬天保暖,一年四季都可以带。 我们的被子有二斤,四斤,六斤,八斤,十斤的,尺寸有单人和双人的。